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来到这儿 有这么多又美又好的姐妹 高兴吗? 谢谢我们的同工 虽然Jemin她们不在 还有她的同工 她的也不在 但是她们都自愿愿意鼎上来 所以感谢主 然后你要不要告诉你旁边的人 你真美 今天我想继续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主题 就是谢谢聆听 晓得你有没有感觉到说 你跟一个人讲话 但是他很可能讲得不停 你连一句都抄不进去 有没有这种感觉 现在好困难 所以假如我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的习惯 但是有些习惯是成为阻碍 有些习惯是促成关系 有些习惯是可以把别人也提上来 那我们会很想学习这种习惯 如何成为一个促成沟通 跟连续的人 但是在沟通方面 聆听是一个第一步 在我们未学习怎么讲话之前 最好先学习聆听 能够听 那你就打开连线的第一步 讲话跟个性有关系 我刚好教完一班 博士班在正道圣证面 15个牧师从一个国家来 我教的是个性与领导训练 说一个人的个性如何影响他的领导模式 跟他的领导的效力 因为这些牧师都是在教会领导 所以他们非常喜欢再学多一点这种东西 我非常高兴说有这个机会 跟这么多牧师在一起 然后我一进教室 看见他们排的是一排一排排的 我说这不行 因为我的班需要很多的互动 所以就请他们看有没有大一点的教室 结果早来早去没有 那博士班平常很少这么多学生 都是六个到八个就很多了 这一次有15个我就待住了 我就怎么盖 然后最后我们就改了这个椅子 我不知道我们最多来的人是多少 假如能够排这种互动的 会好得多 就是这个熬制型的 下次试试看 然后假如有这种方式出来 我们的互动会好得多 所以他们就非常高兴 我们只有五天的课很重 早晨九点交到下午三点半 有一天是交到五点 然后我晚上还要改作业到十点多 早晨五点还要起来准备 我真是好紧张这种课程 是很紧张 只有看书要看到三十到五十本 只有带去给他们参考的书 也是带了三十本去 所以是很重很重的课 一直自己很大的挣扎 不要加了 不要加了 这课太重了 但看到他们所获得的 我就想说 可怜 他们假如没有学到这些东西 有一点可惜 但是我看到那个成果 所以穆斯们很高兴去学习自己的个性 我相信你对这个课也很有兴趣 了解自己的个性 跟你的领导方式 我想问你 每一个人都是领导者 你同意吗 每一个人 in some way you are leader 对不对 你至少带领你的家 带领你的朋友 这些都是公司 一位leader 但是leader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要怎么样跟人沟通 那今天我们就学沟通的 很基本的就是聆听 我很钦佩耶稣的沟通方式 所以三十二人之间 我想到这个题目就从约翰婚言四章 来探索耶稣跟那个圣摩尼亚夫人的沟通 他总是有办法 因为他知道人的心 他就会带人到一个境界 是真正他想达到的境界 今天我用约翰婚言三章 一样的 一样的 耶稣也是带他到一个境界 是真正想带他的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来学习 今早起来默想的时候 神让我想到说 我不知道我们这个班 真正想学习的人有多少 我是非常喜欢挑战的人 我不要你只有来听一个谈课 我真是喜欢栽培人成为teacher 你来了你要学习会教会 赐成别人的进步 所以今早神给我一个感动 就是说假如有这种人 我鼓励你再要来了一个月 你去读几个地方 一 我们读的目的是要聆听耶稣 在这几章讲什么 那你做笔记 你开始跟人分享 马太婚姻五到七章 这是耶稣最 他的最好精华的 那个人生哲学的伦理都在里面 马太五到七章 所以你就以聆听的方式说 耶稣在这里到底要向我说什么呢 那我碰到这种情况 我会照耶稣的标准吗 第二 在约翰福音里面 上次我有告诉你们说 约翰有七根字子 就是我就是的那个七根字子 约翰福音 约翰 那你去看这七根字子 耶稣怎么讲他是谁 所以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约翰六章三四五 八章十二 十章九节 十章十一节 十一章二十五节 十四章六节 十五章一节 这个叫约翰福音的七根字子 那我希望你能背念 我真相信每个人 有很大的潜能可以发挥 那我把它叫的简单一点 就是说里面有宝 有宝藏 里面有钻石 那你看你要不要去把这个钻石挖出来 就叫挖掘 发掘你的潜能 你的potentiality 潜能 那我还是这样相信说 上帝非常爱护你 他才会交给他们这么大的责任 还会生孩子 还会经营家庭 那最近越来就 妇女的那个 那个心觉越大了 你知道2017年最有名的是什么吗 妇女起来me too 就是那个反对性骚扰 轰动了全世界 各地的妇女就醒起来说me too me too 然后在纽约的那个广场 还上了这个赶出来的那个领导 me too 的领导 来救妇女 脱离这个不敢说的那个被性骚扰 而欺负到那个程度 所以你就好好去研究在圣经里面的妇女 是耶稣非常看重 而且妇女成为真是 不是耶稣的一群 所以鼓励你去背念 约翰福音的七根字子 简单背就好了 就是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良 到我这里来的 一定不恶 信我的永远不可 八章十二节 我刚刚遗留了八章十二节 我就是生命的光 十章九节 我就是门 十章十一节 我就是好牧人 十一章二十五节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在英文是 我就是复活 我就是生命 I'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然后十四章一节 十四章六节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然后十五章一节 我就是真葡萄树 所以这些都是说到 也是跟我们的关系 它用生命来表达跟我们的关系 所以你就会去思考 然后聆听 到底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良 是什么意思 What is he trying to tell me 他在这一句话上想向我说什么 很显然的 良就是你靠着活的 你没有它活不了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你的回应 马上领悟的时候 你就会说 主啊 我知道 我没有你活不了 我现在靠自己 跟靠世界太多了 所以帮助我 能够知道 我是靠你活的 就是这样 我假如每一个人 在你希望要跟主 更清静吗 每个人说要 但是要的下一步呢 要追求 要知道灵是多么的重要 灵好什么都会好 因为灵是上帝 创造我们的一个中心 而且我们这个肉体 结束以后 剩下就是灵 要是回到它那里边去 所以这个世界 真是迷失了的人太多了 他不知道活着是靠什么 特别妇女 也很容易被虚荣心所引诱 对不对 要显得我很有钱 看我这个房子 开着车 然后车后面那个 Dicense还要加金 别看 那个 你都会问你 要不要那个 然后后面的字 要用金色的 那我就想 哎呦好可惜 那可能要多几百块吧 就是这样 表示我们的 里面的空虚 需要外面来天补 来表达 所以会变成竞争 这些嫉妒 排斥 关闭 就很多过来的 骄傲 就随着出来了 所以灵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 同时我也看到不少妇女 他们被神的灵所充满 变成那么有影响力的人 他这个事干 你不是说 那个菲律宾以前是 那个Aquinas 然后那个综艺吗 那他退任以后 人问他一句话 你退任后 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他说学习祷告 那你马上知道 这个人他的重心放在哪里 跟神的来往 像德国的总理 英国的总理 最近几年占了 为了这个国家的改革 跟难民的救助 是费了那么大的力量 虽然遭受很大的敌对跟逼迫 但是他们还是站立的那么稳 Leader 你要不要做一个Leader 在某一个程度 你就画上你的圈圈嘛 看你现在能影响 生命能带领的范围 是什么 你至少也有家人 朋友 同学 同事 都是你可以影响的 所以你的影响的范围 就是你就是你的 所以 所以我是鼓励米索尔 为自己2018设立的目标 目标就是一项 看见 我喜欢看书 所以读了很多书 这些书对我是一个未养的养育我 除了圣经以外 然后这次我介绍给我们班上的同学这一本Q型领袖 我不知道这里什么人可以负责订书 然后要的人就集体订去买 Q型领袖可能师房不多 这种书不是很容易读的 这是老书集的要读的 Q型领袖就在叫做什么 这个Q是代表 Quick to listen 快快听 就是雅各师所说的 慢慢说快快听 就是这句话来的 Quick to listen 学习怎么样 快快去听 那里面讲很多 而且很详细 而且是你平常学不到的东西 所以我就希望我们能够为自己说 好 今年我的目标 把圣经读一次 然后要读五本书 敢不敢 还说一本就好了 都可以 不过就是说 总要有目标 目标就是意象 意象就是你的远见 你看见什么 看见什么 然后你就会往这个目标去走 所以为自己赔逸这种 可以成为领导有影响力的人 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 就是《尔哈辉音》第三章 现在我们在海中的 在海中的一种 所以我们在海中的一种 都可以在海中摇自己 进入世线 因为我们在海中摇行 但是我们在海中摇行 如果以沉降 因为我们在海中摇行 利落地 来读约翰福音一章 读的时候 你可能最好 任何时刻 当你读的时候 都要拿着一支笔 无论你读什么 然后训练自己 有随身的笔记本 就写下你所读的 成为你的记录 好 第三章 我不知道神会借着这一段 像你说什么话 我们就是慢慢地读 好 我们一起读 有一个法利赛人 名叫尼格蒂姆 是犹太人的光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所拉底 我们知道 你是犹神来所失负的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 若没有神同在 无人能行 好 就到这儿 好 短短两节 你能听出这个人的 真正他的心灵 困惑他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他想告诉耶稣的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能听出来吗 好 当我们聆听的时候 最好自己里面要有一些准备 第一 不要期待人的夸奖 这个人以一般的方法来找耶稣 说 耶稣你真棒 你看你做了这么多的神迹 你一定是上帝那里来的 那就先夸奖一方 但是耶稣不在乎这些东西 他就直接了当 去讲出来他心灵的需要 所以小心有人要你帮助的时候 他通常会喜欢夸奖一方 我听说你很会帮助人 你听说不错了 但是你就是要开始聆听他了 就不要把自己的焦点放在自己 因为有时候 你会接下去讲你自己的事情 这个叫做陷阱 落入陷阱 就失去了他原来找你的目的 也许他会夸奖 说我听说你的孩子都蛮有成就的 好棒喔 等等 那你接下去就一直讲你自己了 也不错啊 今年一个考上哈佛 然后耶稣也进去了 然后MIT也收他了 就卸下去了 所以就说 因为你跟人交通的时候 你的目的不要夸奖自己 所以这样就会使你比较自由 自由去聆听到对方 所以不要期待人的夸奖 第二 你不需要证明自己多好 我有多少经历 我辅导过多少人 多少人也得到我的帮助 不需要 第三 对你自己的角色要清楚意识 就是说今天 无论什么人跟你沟通 你今天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好的聆听者 A good listener 这个常常放在心中的时候 你就可以保护自己 刀刀不绝地一直讲自己的话 我们好不好把这三点稍微覆习一下 你可以记得了吗 第一 不期待人的夸奖 二 不需要证明自己 第三 对自己的角色清楚 这角色就是要聆听 目的就是要建立关系 然后要能够成为一个可以跟他沟通的人 可以信赖的人 可以信赖的人 这很要紧 那我们来看替耶稣讲 耶稣听他的时候 他心里没说出来的话是什么呢 因为在第三节我们看到耶稣 马上把真正的问题带出来 而没有绕圈圈 虽然这一个人 法利撒人就是严守圣经 跟法律法的人很严谨 一个礼拜进十几天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那时候守得非常严格的 还要到街上的街角去祷告 站着祷告 然后走路的时候 听音当当很有威慈的样子 法利撒人 但是因为他们这样 后来法利撒人的名词 这个身份就变成虚假的人 叫做假冒为善的人 所以人家讲到法利撒人 假冒为善的人就变成这样 所以这是代表他的信仰背景 一个低母是犹太人的官话 这不简单 所以他在政府有官位 这人夜里来 白天不敢来 只要晚上来 因为他的身份 所以他有信仰背景 有好的传统训练 然后在政府有地位 但是夜里来见耶稣 这就要包含什么 他不敢白天来 但是他里面有需要 对不对 他里面有需要 找耶稣是心灵上的需要 他里面有需要 所以他就来了 夜里来见耶稣 我想耶稣在这里 就直接就把问题说出来说 我们读第三节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我 这个叫做逐阶了当 一直就进去了 我想我不敢这样吧 耶稣这个我不敢这么讲 马上说 不必绕圈 就直接说你的需要吧 你就来求帮助的 把问题直接说出来吧 哪敢这么说呢 就是耶稣才能够这么说吧 这是我在想的 那就直接把他的问题说出来 我们替这个耶稣 跟法利赛人来学习 怎么样听到什么好不好 好 我在这里写出来 第二小点的聆听首语这声应该是五语这声 那个就打错了 我的字很吵 所以就稍微打错 五语这声 我们就替这个耶稣来回应这个 那个弟母 他可能会可以告诉他说 那个弟母会说 耶稣啊 白天不敢来啦 因为你到了地上 很多人跟着你 然后你也知道我的身份嘛 但是我心里面有困惑 没有人可以帮助我 总觉得领受不到 像我祖亚伯拉罕那样的信仰 经历神 所以我心中可慕 那种以神的亲近 也可慕 更明白心灵的事 耶稣我知道 你不是平常人 你是由神那里来的 不然怎么能行这些神迹呢 这是我们把白话的一个弟母说的话 把它用白话说出来 但是我们聆听对方的时候 假如他里面有积压 问题想问的时候 他做的时候比较不会稳定 他会动来动去 然后眼睛也是这样 也不敢直视 他会有一种不安定感在里面 你就知道说 他里面有问题 说不出来 要说说不出来 可能也因为这个缘故 也是直接把问题说出来 语气 态度 手势 眼光 这都是很重要的 要看他 眼睛假如逃避你 很可能他还不敢说出他的事情 那个时候你可能已经到一个程度说 好像我可以听到 你心中有一些 还不敢说出来的话语 不晓得你愿意分享吗 我愿意听的 所以能够有这样的 这个叫做引发 把对方不敢说的引发出来 那引发有各种不同的话语可以引发 所以这个引发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使对方信任 而敢说出他真正想说的话语 叫做引发 那假如你看这本书 它有一些这样实际上的指导 说你怎么样去问 使对方能够说出他应该要说的话语 这个引发呢 这里讲到有五种问句 其实在学习聆听的问句是非常重要的 等于你也要学习怎么问 问对方才会说出来他想说的话语 他说在这里第一建立关系的问句 建立好的关系 等于是打开画夹子 使他敢来跟你说话 比如说你认识一个做头发的 然后你理屈西洗头发的时候 总很想跟他谈到属灵的事情 也许的事情 但不知道怎么样跟他建立连续性的关系 所以他说这种假如要先 你自己已经有一种期待想进入他的里面去 这种时候你就要先建立关系 建立关系 你会问说你怎么开始替人剪头发的呢 你是怎么开始这个工作 不妨你假如下个礼拜去洗头 你可以问一句看看 他们会很想跟你分享这个事情 他会觉得说这个人不然对我有兴趣 很好玩的 每个人打开画夹跟建立关系 还是说当你看到有一个人 他保健得很好 我非常自愿人的那个皮肤 我好羡慕那些皮肤漂亮的人 每次都是一直看一直看 然后问他像我们的思琴 他的皮肤特别好 就会问说你是怎么保养的 怎么你的皮肤那么漂亮 我很喜欢问这个问题 他们会说是我妈妈给我的 这是遗传 第二是我很注重饮食跟运动 像这一类 但我会再问说你摸什么东西 你用什么洗脸去讲 因为我对这个很好奇 虽然我妈妈没有给我很好的皮肤 但是我是好羡慕的 所以引发建立关系的问话 你试试看从你亲近的人去问这些问题 你会发现说你从来没有机会问他的真正的以前的故事 以前的故事他会很喜欢讲的 就讲建立关系的问话 比如说有人新来教会 或是搬到你的邻居来 你可以问是什么事情 让你来到这个教会 或是让你搬到这个地区 这个都是建立关系的话语 好 我不知道你试过这种话语对于陌生人吗 有的人举手 你很会问建立关系的话的人举手 没有 有啦 一定有 他也有 你要不要讲一句你经常问的话 建立关系的话 不想这跟我的职业有点关系 你说什么大声认识 这跟我的职业有点关系 你的职业是什么 我的职业是护士 护士 对 你会见很多人 对 我会见很多人 所以我 加上说我自己的个性很好奇 对 但很 curious 所以我就会去问 你不太好奇 你对人际关系有关系 对 我就是会去 因为你要跟病人建立很好的女性去 你以后比较好照顾吧 那你经常问什么话 你要不要站起来像 这边才听得到 你经常怎么问你的病人 譬如说他诊断 譬如说他诊断一个疾病 他诊断一个疾病 对不对 我说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就噼里啪啪啪讲 那你这个症状 会让你觉得身体哪里不舒服 那他就噼里啪啪啪讲 就类似这样子 就是开放性 你一定要坚定开放性的问话 让他能一直讲 你不要讲 就这样子 你就听就好了 对 那你的病人听你这么问 所以你是病房怎么样 怎么发现了等等 已经使他觉得这个护士关心我 因为一定也有很多是 例行公式的护士 来量体温 然后叫你怎么做等等 但是建立关系的问话 这个礼拜去操练五句好吗 找五个人 问建立关系的话 很多啦 你什么时候决定走入这个行业 再深一点的时候 你会喜欢问说 你是怎么选到你的先生的 那个是在深的时候 那个是关系的 所以 问启发性的问话 第二 你的问话当中 它这里是说 你也要有建立权威的启问句 潜威信就是表述说 我不是很愚蠢的人 我是愿意跟你有一个深度的关系的 所以 这种时候呢 是从我们希望他们 从道德光景来开始 就是开始进入深度的意思 一步一步的 像假如耶稣像尼克蒂鲁 假如像我们 可以再铺路久一点 再讲那灵的问题 铺路久一点就是说 是什么使你会 今天晚上想要来找我呢 这个就是再接近一点的问题 我不许说他的深度的问题 而是说到真正的 是什么使你今天晚上来找我 这个比说 应该找我做什么 你今天找我 一定有问题要找我 所以这个是问话的技巧 哎呀 我真的很想学耶稣 他真是每一次讲的话 是那么适当的 层次又不同 浅的就浅 深的就深 夏天尼克蒂姆就可以讲深一点 一下就跑入深 浅了他去讲浅 哇 怎么办 第三 问指导方向的启问话 意思就是说 你先有目标 像耶稣是每一次目标都很清楚的 有一种谈话是绕圈圈的谈话 那这种绕圈圈的谈话 因为你呢 现在已经愿意成为一个有生命影响力的人 就是根基 有生命影响力的人 你跟人的交谈都有一个目标 至少你能够挑起他可慕神的心 还愿意跟人基的关系更好 那你假如看见说 他这个个性不行了 到处人都不喜欢他 你就会问说 你很满意你的人际关系的 目前的情况吗 是这样问的 那有时候你知道在教会常常 有些人他们是比较控制型的人 那控制型的人 人比较不喜欢 但是你不能够直接 我也实在讲 我遇到不少妇女 讲话就是这么直接的 就是得罪人 我就知道 你每次讲话都那个样子 人家不喜欢你是应该的 会这样讲 真的 你不可想象说 怎么学话 是学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们真是要学习 所以你就是有职想要引导他的方向 却是有适当的问话 比如说耶稣 假如有时间 他会多问一句说 你可听我 我知道你很忙的 我知道你白天上班 晚上来找我 其实他知道不是这样的 所以他就直接的问他 他可以说 好像可以看到你有什么 心里面困扰你的问题 我经常会问这句话 好像你有一些困扰你的问题 你愿意分享吗 这个就是说 开始你要带领指导方向来 指导方向的 问的话 就是要有这种方向来走 好 第四 澄清思绪的启问句 就是把对方在想的事情把它澄清 使他不要讲一大堆 不是他得到利益的话语在那里绕圈圈 澄清是晴听的核心 就是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他想知道的是什么 困扰他的问题是什么 是要澄清真要问 我好像觉得你有一些事情很想问 是否你可以直接告诉我 没关系的 你可以直接说出来 这叫澄清 假论你不知道他到底是因为经济上的问题 还是职业的问题 还是家庭的问题 是否可以让我更清楚 让我听得清楚你今天分享 是哪一方面的事情你很想沟通呢 注意这些话 都是非常中庸的话语 是什么问题 你很想沟通呢 我就不知道 我就尽量变了那个比较专权的话语 不要说你想学呢 我会说沟通呢 这比较中庸的话语 第五 引起他的好奇 的问话 像耶稣就是用这个方法 引起他的好奇 不要重生 一个低摩就很好奇 重生是什么 尽量到腹主再生出来 我想这个每个低摩也很单纯 敢问这句话 假如我想我不敢这么问的 我会说 老师 你讲的这句话好像不懂 你可以给我解释清楚一点 他怎么这么白 这么白说 跑尽母亲和腹主再生出来 这怎么可能呢 我就看到这个人很单纯 想什么就说什么 所以 好奇的问话 你跟他谈话 听他讲话当中 不仅是他好奇 你也好奇 你好奇什么 好奇他到底是要说什么 就赶快说出来吧 不要这样绕圈圈 天气好了 吃什么买什么 然后你看得漂亮 保困体你也好奇说 我很想知道 你今天真正来的目的用意是什么 我很想知道清楚一点 你知道这种聆听很重要 避免论断 谴责这两件事情要避免 这是我们很容易做的 就是论断跟谴责 假如一个妇女 假如一个妇女 她的先生跟她关系有问题 她觉得先生跟她虚远 你不能论断说 就是因为你怎么样怎么样 你先生才会这样 论断谴责摩 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方法 人家就不希望跟你继续讲下去了 所以 耶稣的谈话跟那个地摩 后来的圣经没有记载那个地摩 有没有公开 他的信仰都没有在记载 但是我相信那一天的谈话已经引发出来的一个地摩 对神 对耶稣有一个新的认识 判断 你自己要有一种阶段性判断的能力 现在你跟我谈话 他跟我谈话 他的阶段已经到开放吗 已经到信任吗 这样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好可以进去了 我们看 再下去也许就是很想大家进入灵命的层面 这是目的 不相信我们做基督徒的 很想每一次的谈话都能带出灵命的层面 就是对这个人有灵命的唤醒也好 然后让他的渴慕也好 开始会想说我要 我要我的灵命更进步 我要跟神更接近 引发灵命方面的层面 耶稣跟他讲重生 但是他听不懂 也是开始给他说明的 从神就是说一个人借着圣灵 可以把我们伸进上帝的国 有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伸出来 就是一个灵命的觉醒会出来 所以你开始会有灵的生命 有灵的渴慕 有灵的连结 因为这是圣灵做的工作 这种工作非常地奥秘 非常地奥秘 你不知道说 你说信耶稣说 当那一天你决定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时候 你忽然间全不同了 你感觉可以跟神来往 你感觉神爱了 然后你感觉说世界看起来漂亮多了 周围的人看起来也不同 不然就改变了 这是灵的世界实在是一个太 mystery 就是太奥秘的事情 什么解释都解释不出来 但是可以经历 生命是可以经历的 圣灵的工作也是这样 但耶稣很会说明 但他说怎么生啊 什么叫重生啊 简单说就是我们靠肉体生活 靠肉体为中心的生命 转成靠灵的生命 以灵为中心的生命 靠物质靠世界的生命 转成靠神的喂养 靠神的爱来生活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们叫transformation 就是转变 这种转变是灵的转变 很奇妙很奇妙的转变 你怎么想都想不出来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忽然间怎么对什么都不同 怎么喜乐呢 或是哭呢 以前圣经连碰都不碰 现在一毒就流眼泪 这个叫进入灵的世界 灵开了 进入灵的生命 我们叫饥渴 很饿很药很药 你知道宋尚杰博士 他来Ohio State University 读法学 有一天 因为去参加一个聚会 是一个女的传道讲的信息 神借着那一天的聚 唤醒她 重生 但是在大陆就是基督徒的 重生 他虽然是基督徒 他是靠的 跟世界一样的 灵没有机可 所以他就如饥如可的 然后去读圣经 他们就高兴了 就唱Hallelujah 但是书房也在那里唱歌 人家就通知学校说 一个学生发狂了 把他抓进精神医院去了 还好他在精神院 写了一个条组给大使馆 请你来救我 我被冤枉 我太喜乐做基督徒就被关了 他们把他救出来 如饥如可 重生 灵会怎么样 活出来了 活了 本来是停的 活起来 我真希望 我们每个人 被圣灵的重生会这样 那种born again life 先因神喜乐 born again life second 才是行为 先是生命 觉得要神要神 神还怎么这么奇妙啊 太渴慕了 渴慕他 我一路开车 我都喜欢做敬拜 然后今早 我就因为我今早读了 灵修书四篇二十七篇 用法是我的亮光 用法是我的拯救 是我的生命的保障 我还怕谁呢 所以我就在车里 就唱这首歌 一路上唱来 然后我很喜欢大家 在纪念当中写的这一篇诗篇 竟然他的可能是什么 有一件事 我曾寻求 我还要寻求 一生一世 住在神的殿中 赞扬他容美 有一件事 我曾寻求 我仍要寻求 我仍要寻求 有一件事 有一件事 我曾寻求 我仍要寻求 我仍要寻求 大卫在坚然中 大卫在坚然中 能够有这一种可目 这是从灵出来的东西 重新是你以神为中心 你以灵为中心 你的活着 你的依靠 你的目标 是为了神 重新 因为有了这种生命 你自然而然 会想做出神喜悦的事 就有重新的行为 因为你改变了 改变了 他很单纯 他说耶稣啊 你知道吗 我听不懂 耶稣说 我就是到这一个 灵层面的事情 上帝的灵 要帮我们带进灵的世界 但是我怎么知道呢 他解释得很好 用故事 用比喻 这是耶稣的特点 我很想有机会 我们有一次继续研究 耶稣的比喻 也是很好的 你可以去 从圣经里面去找出来 在耶稣的比喻 马太最多的 把这个比喻 你就 去听耶稣在这个比喻 是想告诉我什么 耶稣的比喻 耶稣在路加 用比较多的 祷告的比喻 用故事型的来讲 你要去探索 到底耶稣 讲的祷告的真意是什么 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耶稣会在 他还讲到这个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以后 为什么 他很想开启我们一个眼睛说 神是我们的阿爸 是爱的关系 他跟我们的关系 是生命关系 神是我们的阿爸 是爱的关系 无条件的爱 来讲到最高峰 一直讲 从圣语一直讲到最高峰的十四十五十六节 我们一起读 摩西在旷野怎样取舍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些信他的都得永世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些信他的不致灭亡 伴得永世人 最高峰最终的目的讲出来了 所以等于 现在跟你讲话的这个耶稣 是神所拆来 是神的独生子 要来为人识罪 耶稣很会用故事 特别是历史的故事 他谈到摩西举蛇 所有的以色列人 犹太人都知道故事的 因为他们很看重历史 从埃及出来的独生的历史 神怎么引导他们行神迹的这个历史 他们很看重 所以你假如去读 你就会发现民宿记二十一章 讲到这个事情 因为他们抱怨 没有肉吃的 这么辛苦 上帝带我们到家旷野做什么 抱怨 沿路上就是抱怨 吃了什么 又说没有肉 埃及的那个肉 多好吃 带我们到这里来 永远看不到前景 太可怜的人 抱怨 神就形化他们了 有瘟疫连到他们 但是神的爱存留 他叫摩西举一只蛇举起来 反正看着一只蛇的 他的病就好了 就不会死 请问 当天会不会有不少人 不相信出去看这一条蛇 会不会 一定会的 他说 荒话 怎么叫我去看就好呢 我才不看呢 你在骗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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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真正的问题的关键 讲出来 这个叫做 Key The key to go into eternal life and born again is by believing 近日永生 重生的关键就在 你要相信 相信什么 相信神已经做了 神替我们 爱我们到这样来 替我们死 耶稣被举起来 当时耶稣已经 他的目标有没有清楚 十字架就是他的目标 对不对 后来世界就是 十字架是他的目标 他清楚 人只要这样可以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 得用生 所以 当我们与人交谈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每一次 都有清楚的目标 要达到属灵的层面 Listening is to lead to the spiritual level 到属灵的层面 可能你一次不能达到 因为我们没有像耶稣这么好 一次就说出来了 可能要一段时间的建立关系 去启发 然后有机会 你会投一点这样的思想 给它去想 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生 你想成就的是什么 有没有想说 我们每天这么忙碌的意义 是什么 就投一些问题 让他们去思考 你觉得活得快乐吗 目前你满意吗 想这一点的东西 所以我就希望说我们 聆听的目的 要有目标 渐渐地达到这个目标 我很喜欢跟人谈到 然后我也很喜欢 问启发性的问题 所以像我去欧洲 去摩斯科 去苏联 开脱时期都要很多 靠个人谈到 个人谈到 都是要从文化开始 才能带领它到这个层面 你觉得你来到匈牙利 以前你是做老师的 现在来到这要做生意 有什么感想呢 有什么不同呢 从他的层面开始问启发 你知道我都是很记得这些图案 那些人我跟他谈过 后来他们接受主 成为基督徒一 我们在那里社学校 他也成为来学习神学的学生 目前都是非常有能力的募者 变成他们在训练人 在带领人 那这种过程 可能要有一段时间 但是看到灵的层面 开始的时候 他会有心的渴望跟目标 那假如我们回顾的时候说 我一生去启发多少人 他的灵命层面开了 变成不同了 那是你生命的意义 所以找你生命的意义 这几天我们的一个同工的妈妈 我是 这个同工是我们的宣教士 你的 昨天我们指示他的妈妈的安葬 明天在他的教会会有 这是礼拜前教会在加拿 我因为要明天要替他讲信息 我就问了他很多 关于他母亲的经过跟他 就问了很多 所以你怎么来到美国的 那你的家人 因为你一个人信主 就引导你的母亲 你的姐姐等信主 你是怎么来到美国的 他说我是来观光的 后来就有就职的机会 我就上班了 那刚好上班是基督徒 是老板带我信主跟老板娘 所以你就马上看到说 哇 一个企业家 他的企业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领人归主 对不对 他说我刚去 他就陪我读圣经 然后就告诉我主 我好久都不要 后来我信了主 然后信了主以后 他觉得他还想换工作 然后之前他就渴慕说 我要去读神学院 我鼓励你 你假如有这个渴望 两年先读一个master就可以 开起来你人生的新的路程 所以他就去读华神在美国 读了以后他说 那我也想要去做神的工 不要做这个职业 所以有人介绍他来做我的助理 他跟我们的机构 宣教机构在一起 正在说 那我要去做宣教士 所以他就去宣教了 好勇敢喔 他的那个个性 刚好适合做宣教士 开放的 都是去那个 还没有福音的地方 哇 他去大陆 去越南 现在去土耳其 说上帝给他负担 我们都吓死了 说土耳其不是很危险吗 说不会 不怕 做得很好 勇敢 然后影响他的母亲 哇 这个母亲是八十几岁 然后呢 我们就替他担心 那你去做宣教士 那母亲一个人怎么办 他的家人都在台湾 那他爸爸已经过世了 他说 我妈妈说可以啦 他做金字土做得很快乐 那我一直回顾这个姐妹 哇 真是一个快乐的人 很快乐 口口声声说 越是珍爱我 越是珍爱我 他住在老人公寓 然后有一个分的地 让他们种东东西 小小的他们种东西 然后还会做 银贵银贵等等东西 然后假如知道我要去那个教会讲道 他就一定会做东西来那里给我 那一天上帝给他生母大的福气 做了三道菜 做着要吃 就死了 就回家去了 这么好喔 真的上帝 他不断说的 耶稣真爱我 那大家说 那你女儿不在你不爱放 不会啦 他去为神做工 上帝会照顾我 怕什么 好美的一生啊 就因为一个老板 带领这个职人信主 所以你要为自己有这种期待 向神求 神爱我可以用什么方法把你的灰穿出去 使我能够至少带一个人信主 至少去一个宣教场 给你一个挑战 我三月十八会去欧洲 东欧 看你要不要去赶快跟我 我是要去南斯拉夫斯比亚 他们有一个东欧联合的领袖会 我自己是很不想去 但是没有办法就要去了 我有几个在世界各地的好朋友 我去澳洲领会的时候 有唤醒一些妇女重生 然后起来为祖婆 那其中有一个是歌手 我就打个email给他说 要不要去唱歌啊 好远喔 他说他跟他先商量 商量要去 赶快给我 要我唱什么歌 那我就给他了 那他说 他说我怎么坐到那里 我说你就要买到Belgray 塞尔维亚的首都就对了 我们配合有四天的明修会 你可以听我讲七角 然后你唱歌配合 那我会呼召 这些都来到多半年 就是土根同工 那就很高兴 那我就想要说 因为我去了一次澳洲 唤醒了一些人 起来服侍 我在那里也上课教他们 我教了几个科目 然后他学教归纳法 现在他也在教归纳法 给他周围的 所以我们学习聆听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去引发人心里面的隐藏 然后你要引发到一个灵的层面 重生认识主 进入神的果度 为神而活 这样你的生命就有意义了 不要小看那些 一般你以为说 他是平凡人而已 不是的 我不知道护士在美国 可以讲福音给人听吗 不可以 要从你的生活 等到他羡慕你的时候 有时候你可以问说 我可以为你祷告吗 这个可以吧 如果他是进入神的 对 那我也去医院做三个月的实习 那就是心理舞蹈需要去医院做实习 对 那其中也去一个奉人医院 小郎医院 怕得要死 对 那个精神医院 那精神医院 那精神医院有特色的方法 不过他给我们实习都是比较最浅的 最不严重的 但是都是层层关门要开锁进去的 很好的精神医院 我请出不要我 我没有胆量 我告诉老师 派我到别的地方 不行 你会喜欢以后你所学的 真的我很感恩 对比较特殊的人 我就懂得怎么样去跟他们 护导跟问话 所以上帝给你很宝贵的机会 做护士我觉得非常接触人 而且在他们痛苦当中 而且在他们做定人 他是被剥夺了一切 他的身份 他的火药都没有了 就变成 我的护导老师常说 当一个人穿上医院的衣服的时候 你去护导他 一定要了解他 穿上这件衣服的感受 什么都没有了 平常的大老板也是一样要穿那件衣服 所以说了解他的心态 然后去跟他交谈 那特别在医院里头 有些人他很想跟你谈话 但有些人不要 看你进去 他就脸就朝向墙壁 老师教我们说 那种时候你只是一些怀疆 你不要勉强他 你不要讲太多话 但是很多时候你可以说 可以为你祷告 通常他们会愿意的 因为在美国比较有背景 有的人不是基督徒 他就不要 但有的人他有一些里面的不安 他也很想要 所以聆听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等一下我们会分子 他让你训练这个聆听 下面这个图 是这本书 这一篇里面的图 他写出来的 他是从外圈到内圈 我们看看这个七个圆圈 他说第一步 你就是要学习关心人 第二步 了解人 第三步 尊重人 第四 照神的爱 真理的爱来爱他 第五步 就是进入跟他可以 concept 就是沟通 心理的沟通 然后许他愿意朝向他想要达到的目标 一起合作 但是你自己里面的心态就是要完全的摆上 完全的领受 你向神摆上自己 那你呢 从外面看到里面 归属感 然后你的目的呢 要带那个人来到神面前 有完全的摆上 领受神的爱 那右边的从外面呢 你是从医治带到胡适到摆上 所以这个过程 我们假如知道说你要聆听的时候呢 你最先关心人有没有 假如没有很难进入聆听的阶层 真正的关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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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分組 我這裡提了三個問題 還是我很想先有人祭願到前面 我們來操練這個聆聽好嗎 就是 也不算困擾我 我是想事先準備準備 心理準備 因為我有一個孫子 所以會跟兒子媳婦互動比較多一點 我平常都不太理他們 他們有他們的生活 現在因為有這個孫子 所以有時候去幫忙會互動很多 那我以前看這些惡婆婆的劇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要有一點準備 那我這樣問其實是很直接 沒有什麼隱藏了 想請問請問你 我覺得溝通真的是要學 剛剛聽了都很想去修碩士 溝通因為太多太多技術了 對 所以我覺得神會看中你的心 因為你準備好了 你有這個心 要用神的愛來愛孫子 愛媳婦愛兒子 但是在溝通的技巧上 需要一點幫助 那其實我覺得每個人都需要 我自己也很需要 但是你現在這是有一個目標在那裡 要不要問一些話 喜歡信的話 學學問話 你要學習問話 那你覺得你想帶給他們什麼 我就想帶給他們是他們需要的幫助 我要 因為他們都是很大的人 所以基本上我不會 我也不曉得對不對 我不會主動去要幫他們什麼 除非他們開口講 而且比較明確的講 那我去幫 你要不要探索他跟他們溝通關係如何 你要了解到目前的情況 然後要達到的目標 那在以前的相處上 你覺得有什麼障礙在上面 以前就是因為有距離 所以就比較客氣 那現在呢 現在我覺得會有時間的比較多的接觸 那擔心什麼呢 那擔心這個距離少了 距離少了住在一起的時候 沒有住在一起 沒有住在一起 就是距離少了會有碰 事情會接觸的更多 我好像可以聽到你有很大的渴望 能跟他們有更好的關係 跟更好的溝通 但是你有害怕 我就是希望不要太… 因為處理事情通常只有一個解決方法的話 如果有幾樣解決方法應該用哪一種 就是說你距離得太近了 那你一直不要表現你的想法的話 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雖然這邊說不需要正平自己 所以你覺得誰可以給你力量 因為這是靠人技巧技術 你覺得從哪裡你可以支取力量 就是基本上 聖經上面的愛是很久忍耐 所以我要很久的忍耐 OK 你很快跑進想教導 對 所以這個要小心 很快想跑進教導 其實他的問題很清楚已經講出來 他很想接近他們 但是有很多做法不同 他不曉得怎麼拿捏 是不是可以講自己的意見 還是不可以 這困擾他 所以你就是要挖聖一點在這一方面 還不要一下就跳進要教導他 更不要一下就跳到聖經去了 所以你可以問說 你這樣一心想要預備自己是非常好的 這是很對的 而且你剛剛提出來的問題 我可以聽出來 你的心目前比較難的就是 做法不同 結論不同 選擇不同 你到底要怎麼辦呢 要把他的問題說出來 才表示我聽到了 我聽進去了 這就是聆聽的訓練 一定要提款 不要給教導 聆聽 聽出來 然後再擺出來給他選擇 有幾個選擇說 我知道在這種年輕的一代 跟我們做媽媽的一代的時候 很多看法不同 那你覺得 你怎麼做他們會比較能夠舒服 然後能夠覺得說不受干擾 你覺得呢 就是問 但是你心中已經有目的 不能馬上說 當然人家不聽你的 你就讓他們選擇嘛 你當然不能這麼講 但是你的結論已經知道 但是你就還是問 你覺得選擇會有很大的不同 因為有年代的不同 那這種時候 假如要有好的關係 是不是比其他都更重要 再問 你的選擇 你覺得他們會接受嗎 一定不會接受了 但是 你只是啟發他 這個叫做啟發問句 你只是啟發他 你想 你的選擇他們會接受嗎 好 你問他這一句 你覺得你的選擇他們會接受嗎 我想他們情願去問Google 他只是老婆姓人家也沒有問他而已 他只是在那裡說 這個應該怎麼做 這個應該怎麼做 不是這樣 所以你就要針對這個問題 怎麼去啟發他 他問得很好 講得很好 因為這是實際問題 再問 那 Google現在很方便 那你覺得在這麼方便的角色 但是 你覺得你想要在這樣的現在科技的角色 還是扮演一個婆婆 你覺得你可以怎麼做 我目前為止就是 還在讓他去自己找Google 因為也許我自己先偷找Google 所以他的答案跟我的一樣 不過如果他沒問我 我是 我就是不會主動先告訴他 喔 你是不是這樣 那我也不曉得這樣 那你很聰明 那你很聰明 聰明 聰明 我只是不曉得 是不是這樣子好 還是這樣 再過來 再過來 那你就成功了 那你就成功了 他會覺得說安心 以後不必再為他們的選擇來苦惱我 我來去講你的目標的講好 你問 你覺得年代不一樣 經歷不一樣 思考不一樣 你覺得他們應該聽你的 還是你就放手讓他們去做 我基本上都是讓他們自己做 因為我們也年輕過 雖然那個時候的資訊不是那麼發達 那可是好像還是願意自己去試做自己覺得對的 所以你在換角色的話 你如果在他們的角色裡 你會希望他們去找Google 然後他們的婆婆怎麼樣 他們婆婆就是站在這個 跑到外面給他們加油鼓掌 很棒 很棒 你看你已經成功的婆婆了 很棒 因為我還沒真正做到深入 但是你的目標放在那裡 可能可以把它寫下來 如果忘記的時候再回來看 很棒 很好 謝謝 我們實際操練你就知道了 比較我們很難馬上去想指導的一面會跑出來 但是聆聽是聽到困擾他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他自己其實已經知道答案 你只是兼顧他的答案 他知道說你管不得的啦 人家也不聽你的 那你要如何使他接受這個事實 而把他的焦點不放在說 為別人的選擇來苦惱 能夠為他可以發揮的事情 更要緊是建立關係 重點要放在這裡 除了說 你在選擇方面會有一些不同看法困擾你 你想有沒有更 你想達到好的事情你想要做的呢 比如說 建立好的關係呢 可以溝通的關係呢 還是他們選的結果 你心裡很細就不想跟他講話呢 就是說 你有一個更高的目標 要帶他到說 真是他可以什麼 Let go 然後 Trend the focus 改變焦點是要去建立關係 然後再繞這個建立關係 這個問題說 你想假如你要跟孫子啊 媳婦建立好的關係 什麼是最好的方法呢 就不斷問他 這個就是啟發性 讓他去想 你想你的媳婦對什麼題目有興趣 那他假如說 你真是好婆婆 是在哪一方面他會感覺這樣 啟發 啟發 他自己去決定選擇 所以他現在還是 這個也是一般 放不下 然後雖然不能講話 不能替他選擇 心裡還是要很氣說 你這樣怎麼不聽我 我就知道這樣才對的 這是一般 那怎麼樣 Let go 這一方面 就是這個交談的目的 所以他覺得說 對 我也知道的 實在是 所以年輕一代不會聽我們的決定跟選擇的 所以可能我要學習欣賞他的好的一面 然後誇獎他的好的一面 使他們覺得我是接受他們的 這是你的目標 所以就要問那一方面 那不是說不要講到神 因為他實際問題沒有解決 所以神的方面是一步一步來到最後 他能夠你能談到說 你跟神的關係怎麼樣 很多時候你心中假如很多不滿 或是不平的時候 是否親近神方面會有很大的幫助 就是再引進他的問題要給他解決 好 有什麼虛擇嗎 剛剛他們在演的時候 好 那個 Jemmy的妹妹你要不然出來 我們很多年沒見 很高興 今天看到你 今天你怎麼會來 今天你怎麼會來 因為你 你要我邀請 然後我很久沒有見你了 所以我很想見你 謝謝你接受我的邀請 謝謝你接受我的邀請 你最近好嗎 還好 工作順利 還好 工作還好 先生 孩子 先生 孩子還好 就是我家兒子不是很好 我就是買了幫你 其實他玩電動玩具 就是很喜歡網路 玩那個遊戲 都不好好專心練習 不像姐姐一樣 我都不用我而已 這方面倒是真的很困擾 一些母親 因為總是希望孩子 可以專心在課業上面 那她功課怎麼樣呢 功課呢 本來她跟我說媽媽 B is not bad 我說OK 我 accept B 結果她上學學給我兩顆C 所以我現在就是 不過我跟她做了一個deal 就是從現在開始 要把她的功課帶上來 所以她回家電話交給我 不久玩gap 一直要把她的功課帶上來 那很好啊 至少在這一方面 她有責任感 知道她要好好的學習 那為什麼還是繼續困擾你 因為還看不到結果 結果還不知道會怎麼樣 你看到的話 好像是 可是同樣還沒有看到結果出來 就會比較幫她擔心 就是這樣 探索她的關心 那你跟你兒子常常聊天嗎 講文化跟妳 對 就是說 她會不會在課業上面也有困擾 你有曾經跟她談過嗎 就是問她說 你要不要幫忙啊 要不要幫她找tutor啊 你有問題嗎 爸爸可以在那邊幫你 因為媽媽不會幫 可是她都說不用啊 不過就是偶爾會看到 會問爸爸幾個問題就是這樣子 那要offer她去tutor 她都不要 那我也不想說 逼她去tutor 因為那不是她想要做的事情 其實有時候看到孩子沒有進步 可能會有一些擔憂 這一方面 你有跟你的孩子溝通過嗎 有啊 我都跟她講說 媽媽沒有expect me to be very successful 可是 expect you 以後可以自己 take care 自己 take care你自己的家庭 不要成為這個社會的負擔 That's it 就是我對她的期望 那你有曾經問過說 她想要去讀的哪一方面的專業 那需要達到什麼樣的目標 有啊 她說她要做個game player 他的職業就是要玩game 那其實講真的玩game 其實現在也不是一個很不好的事情 因為真的是有很多人在玩game 這方面也很successful 可是總覺得她在這個年齡 還是應該把讀書看得比較重要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跟她講 這樣你把功課帶上來 我沒有說不給你玩game 你也可以玩 只是就是 你可以聽出來她的焦點 就是在功課 對 探索她有沒有跟孩子們一起做別的事的機會 對 你有曾經試著跟她一起玩她喜歡的事情嗎 她除了game還有別的興趣嗎 好像以前她會玩那些sport 可是現在都不會了 現在叫她去打球她也不願意去 就是要等於我們要像叫她去valenteer 到她以前的那個basketball team 在那邊去當一些valenteer 我們要逼她去的樣子 就說你沒有option 你一定要去 媽媽就幫你sign up 要不然她就睡家 一直想玩game 難怪會叫你擔憂 要不要把焦點 就是說她知道你很不喜歡她玩game 但是呢 可以把你做父母的那種交談方式 变成朋友的交谈方式 没有机会听她讲她的事情 很受感想等等 就是把交谈的焦点移开 不要只有那个功课方面的 照这一点 你想她会为什么喜欢谈 或是喜欢去参与 刚刚你说她什么都没兴趣 这个很苦难 对 她以前会比较喜欢去参与 现在她都不业力去 我觉得可能她没有同伴 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她的选择会宁愿在家里 那也许是不是爸爸或者 就是说你们带着她一起去打球 或者是参加教会的青年团戏 或者是参加一些你们可以一起参与的事情 带动她 不要一直在focus 在只是玩给她 要 对 我们也只能鼓励她 就是这样子 我会探索几件事 探索一 他们父母是不是很忙 你们是不是太忙了 他们不太忙 对 我会探索哪个事情 回到家里 所以只好孩子就关到自己的事情去 所以这个是变成 要启发她去思考 她怎么样跟她孩子的关系 就是要去探索的 第二就是她要怎么去了解她的孩子 因为她已经关在自己的世界了 这个都有原因的 也没有朋友 也没有父母的关爱 所以这就是要启发她去发展的事情 父母通常都会针对问题 所以我们要去反省关系 OK 谢谢 我们现在的分组下面有讨论的问题 你们要在分组里面这样试试看 这样的实习也可以 谢谢大家